大家好,我是你的chip精旅行团长史坦 这个旅行团的目的很简单 一元都不给了 我自己回顾这一集都觉得这个行为很chip 但相信我,只需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了 未来这两集我们都会窮游澳门 早一天赌场寄生虫 影片开始之前,麻烦订一个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第一集去金沙 它有免费的合味道杯面提供 还有煎蛋和餐肉可以选择 一块不够,可以加够两块 一杯不够,可以加够两个 免费的饮品选择也算多 但如果要说质素的话 就没有之后的赌场好 吧台胜在可以坐很多人 吧台坐满了不要紧 在舞台后面也有很多位置可以坐 没有人会需要你慢慢吃 会员即分可以换很多不同的食物 不过不是免费的,所以就不说了 第二站,例宫酒店酒店就很漂亮 赌场的格局就没有酒店那么漂亮 里面是没有免费小食提供的 只有基本的饮品 但它定时会派免费食物 但是是否完全没有免费呢? 其实又不是的 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 你可以问他们拿一些小食卷 不用怕,直接问他们的职员 有赌台附近的人,甚至是可观 他们都会给你的 有康师傅的公仔面 有不同的包点 走过一点过天桥就到了海立坊 他们的睡吧是有中式凉茶 下枯草、鸡骨草等提供的 但倒到草草地,其实下火是一个好选择 免费小食方面有三款 火腿包、瑞士卷和菠萝包仔 由于赌场的定位问题 客人和估计都是比较随意一点点的 大家就真的不要客气了 直接过去拿就可以了 而海立坊最近也搞了新意识 二楼有即叫即整的鸡蛋仔 好吃,真的好吃 招堂炮谷也是 就是平时大家给钱买的那种水平 但它是免费的 尹兴提示 如果你经水路或者码头那边走过海立坊 附近会有一些宣传单张 你拿着宣传单张 是可以去到赌场换到特色饮品的 当日我们是草莓珍奶类的 而回力那边也有免费的康师傅杯面 但没什么味道可以选择 只有一只味道 包点小食都有两款 有绿茶瑞士卷和腸仔包 免费饮品就没有那么多选择了 如果你等到的话 可以根据它的时间表是等饭派的 真的有饭派 又有糯米鸡又有面 可以当饭吃的 认真 反而最失望的是 新旧葡京都没有免费的食物 所以像我们这些贴精 很难在河山手上拿到任何好处 没有 星祭赌场相比起新旧葡京 都算是有些选择 免费饮品当日有珍珠奶茶 和乌龙荔枝茶 他们的职员说主题茶水会转的 小食真的很少 第一款当日在做瑞士卷 数量也没有其他赌场那么多 拿完很久也不会感觉 如果没有小食吃 先吃糖 糖就很多 而它也不见有其他赌场 有定时派野活动 而去到永里 永里免费果汁的选择很多 质素很高 就像芒果汁和橙汁 这些不是质品牌子 具体一点 就是在白街市场 你比较贵一点 买外国牌子的橙汁 而芒果汁 大家平时都要给30元一杯 还有西瓜汁 奇耳果汁 椰青水 我负责地说 它基本上是 吊打了澳门区的全部赌场 红白酒也是免费的 亦是Table Wine的水平 不是给垃圾 小食方面有三款 有叉烧酥 提子Dennis 和菠萝包仔 而永里有一个优先区 就是给会员优先拿的 饮品的选择还要多些 还有甜品 曲奇 其他东西给你选择 他是会员优先 但如果你手上有筹码 他也会直接服务你 永里的饮品方面 直接是屈肌 喝到泥尿都要去 而永里是饮品的冠军 美高梅就是食物的冠军 一进去 绿色菠萝包 真是吃不出是什么 不过是好吃的 蓝莓方快酥 小小看 很容易吃 喜欢糕点类的话 他有两个味道 富贵糕给你选择 足料重手 不喜欢的话 有提子卡丁 真的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 楚色的焦糖爆菊 好吃 香脆 分量又多 方便你一路走一路吃 酥比蒲塔 小小 他们一比就给你两个 怕你不够 一口一个 好满足 酥比蒲塔 已经好吃了 但好吃也不够以下这个重点好吃 MGM 他这期有个芝士蛋糕 这个真是不得了 他的水准是拍得住某个芝士蛋糕品牌 橙色的 黑色字 虽然不会比别人好吃 但免费来说 实在太过分了 这个是免费能吃的吗 而另一个屈肌的地方 就是有免费的哈根大师雪糕 任罗 但免费哈根大师已经很夸张 还有任力 是否这么说 永里、MGM这些赌场 整体来说 平均都比其他赌场好 我总观一下 吃东西的话去MGM 喝东西的话去永里 如果想吃杯面 其他东西的话 可以去金沙回力 想有些主题特色食物的话 可以立方 作为妾精团的团长 一定要劝戒大家 只要你肯点赞就可以了 真棒啊 我是你们的妾精旅行团团长史坦 之后我们会去坎仔区 看看那边的赌场 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给大家 快点订阅我们 一起加入我们的妾精旅行团 我这个频道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多多支持 这条不适合的 很多适合的影片 总有一条适合你 我们下支影片见 您好 我们下支影片 谢谢大家 请 Happily